3 2 1 我繼續,不要口水多過浪花 接著試試再量度剛好下方 先跟這邊 因為現在行程很長 應該行程到4M 正常不會走那麼多 車頭通常都差不多5M、6M左右 我猜不會走到那麼長行程 但因為我通常習慣開設車 我會比較喜歡走完彈弓 為之起步 會讓車的行程長一點 車尾又離托 什麼為之離托呢? 我嘗試一下離托 即是避震彈弓 避震彈弓可以動的 可以上下可以動的 它有GAP位的 可能現在有1至1.5M左右的GAP位 不會調到托 因為已經調到剛剛車高 就會收到剛剛好不離托 離托行不行呢? 其實有些以前舊款的車 經常因為不太夠轉 上個重心而前些 讓它轉彎快一點 很多時候車尾會有點離托 但是現代的車 現代的輪胎 就比較爪躁力高 還有搖臂設計 幾何都不同了 很少很少 我有時甚至沒有車尾 行程會比較少 讓車頭開得更穩 我通常起步 都是喜歡剛剛好不離開 彈弓避震 除非車尾 嘗試出來 好推 嘩 有點怪 我車尾 車尾 現在差不多5M 即是要再收短一點 嘗試再收短一點 嘩 差不多6M 才不離托 我先照整 5M半 嘗試一下 這個車頭是4M 車尾應該接近5M半 這邊是5M半 有一點點離托 我收到它 5M半都離托 嘩 嘩 4M頭5M半 暫時是我的起步位 嘗試出來有什麼問題 再修改 大家可能聽到很奇怪 因為通常都是頭短的尾 即是頭6尾5 頭5尾4 很少頭4尾5個半 但是 我讀出來是這樣 試著 看看有沒有問題 OK 讀完兩邊 DOWNSTOP 檢查一下 彈簧 會不會兩邊的虛位相差很遠 現在仍然有少少的 剛剛 丁屎叨叨 很輕微的離托 好 那我就 做一下運動 再度多一次 看看有沒有度錯 因為始終這輛不是新車 可能有些位置有些角 有些邊位會 有些少少磨損 好 這邊還未夠短 這邊還未夠短 再去收短一點 差不多 好 那我們下一轉 就用這個起步點 理住 現在修正了所有東西 我安裝一些輪子 看看車子有沒有再有觸發問題 然後我再上架 量度 CAMBER 檢查一下有沒有齊錯東西 我還未看的 好了 撿一撿過車子之後 然後呢 就 未調校CAMBER 但應該調校適合高低腳 咦 為什麼車高又不一樣了 好 小心點 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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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車頭高了 車尾又矮了 做什麼 沒有所謂 我先調校適合車高 先調校適合車 可能輪子 動過之後 又會差一點點位 很輕微 差點0.2 車頭高了 調校適合後 為什麼車頭高了 5M 5M2 調一下中間位 看看有沒有高低腳 證明車尾 收螺絲 那些問題 或者是彈弓弄得不好 所以令到車高低腳 現在Drop 也算幾多 車頭也適合中位 沒有高低腳 最初步 的感覺是良好的 再 我教讀車架 都教過 再抖一抖 有沒有左右不同 重量不適合 離地位不適合 你自己試一下就知道我說什麼 如果你從來不試 就不知道我說什麼 OK 好 現在這部車 就應該沒有高低腳 古靈精怪的東西 那 拆回輪子 是不是很麻煩呢 其實玩車子有點麻煩 又要個人聰明 又要有時間 又要有時間 還有有些東西是重複又重複做的 不過如果你想 這部車好跑 是需要一些耐性 需要有些東西 重複去做 去試 你才找到答案 這部車架 可以看到什麼呢 我就看不到Castar Castar是原本 有的了 這個主要是看一下CAMBER 頭到半 這邊一度 差一點點 是怎樣調整的呢 哦 用 六角時調整的應該 OK 先調整到半 這邊多縮半 看看可以不可以 縮是向前還是向後呢 向後就是縮短一點 這款的 這款的 波頭呢 你是調整完之後呢 你要反一反手 要不然這個波子頭斜了 就會縮著的了 要反一反手 調整它 度半度半 好 接著就量太角 量太角呢 就要開一開遙控了 好 開遙控的時候 要小心點 因為有設置車架 如果這個時候開遙控的車 會自己走的 就會破壞了 或者會破壞 桌子也會的 小心點 不要再搞到油門 量一下兩邊 泰國 中位相當正 下一個左右 嘩 我做的 30度 大約 大約1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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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 不需要這麼多 我試試學習教這些控制 現在教了車頭CAMBER 就是度半 TOW OUT每一邊兩度 然後進泰角 內輪的進泰角是25度 外輪大約是16度左右 託完車頭 檢查一下車尾 車尾有什麼要檢查呢? 上架多數是尾TOW IN 幾度 還有尾CAMBER 所以車尾不用開遙控器 沒那麼麻煩 現在呢 走到3度 一邊都超過2度半 很大尾CAMBER 應該先量一下CAMBER 先調一下CAMBER 待會再量一下 前槍 後緊 提提提大家 砌車的時候呢 就盡量不要砌到一些 拉桿 周圍方向 都不同的 盡量砌到它 一個方向 就是向前 要是向前就會長 要是向後長 因為我會摸別人的車 就沒什麼所謂 如果我自己 有分回這些方向 我自己的習慣 通常向前就一定是長 向後就一定是緊 那你就不用每次量度 的時候呢 就盲中中要試前試後 亂弄一輪 就沒有效率了 這位朋友都非常好啊 全部東西向前都是鬆 向後 我現在呢 車尾呢 的CAMBER 就調了2度 做起步 車尾的尾套呢 1 2 3 3度 兩邊的尾套都3度 我看看有沒有BOOM IN BOOM IN 大約是 差不多有半度 小半度 大約 0.2 0.3度 也沒有半度 基本上兩邊都是3度 基本上兩邊都是3度 好 不要管它的尾套 我不是想設置車的 我只是想調整更好的東西 那我跟回它原本先 我盡量跟它的原裝 那 充電 我又同樣用一模一樣的 胎水 我再走多一次 看看車正常回 正常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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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得快點 現在車都很正型的了 控制範圍內 不是很正型 控制範圍內 控制範圍內 操控性 我覺得是可接受的 只是有少少 大小彎 還有 還未是很適合自己的 心水跑得快的感覺 但又不是開不了 只是還未快 或者 可能 都不知道 暫時我覺得 都是操控範圍內 怎樣再整快一點 就要慢慢再 研究一下 好 暫時是這麼多 其實現在的車 我還未問 車主 車主 等下了車 好像放下了兒子 沒有再跟我聯絡 其實我都不太知道 車正在走什麼 油壓油 什麼彈弓 什麼啞叉油 不過 還有什麼是原裝 如果不是原裝 其實我都是污沙沙沙的 不過我就試一下感覺 看看有什麼 要設定 可以再跑得快一點 就會 一路跟著跟進 好了 煮了5分鐘 準備開搖空 準備開搖空 接著插電 著車 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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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回車殼 有少女 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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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來一動 神經病 動的 動的 2 顆黃絲 放得太高 所以很早就頂到車殼 而車殼的位置很一般 所以都不太適合 而且有點高 不過先不要理會 我先試一下 剛剛又試完第二輪車 整個正型 沒有改過設定 只是調整了下降 比起第一輪車 其實不是感覺上特別快了幾多 或者操控感有什麼太大的分別 最主要只是感覺到穩定了 第一輪車落地的時候 就在行15.5 這一輪第二輪車 整個正的車之後 就15.2 以及已經可以達到我自己 玩車的標準 而平均圈速是15.5秒 在0.3之內 通常如果一輪車不穩定 不要駕駛的 可能會駕駛到半秒 或者會有些錯誤 如果一輪車是正正常上 通常在平均圈速和快圈 大約只會相差0.3秒以內 這是我自己的要求 但是快圈速度很快 車輪車是OK的 我不確定知道 這輪車是 連輪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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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的 究竟是輪車輪車輪的 還是連輪車輪車輪也一樣 但是做得很爽快 我又覺得它差一點點 今天暫時就試到這裏 我想一下有什麼設定 可以再令到車的圈速可以有進展 我就再攪一攪它 攪完再和大家分享 我又試了轉車 做個小紀錄 因為車尾很穩定 進彎反應很快 但是彎速不太夠 車不太夠圈 就是彎不夠小不夠順 只是進彎很快 但是進彎之後就不太跟著走 而且還沒有釘著地下 我想有些新秀是蠻喜歡這個感覺 我也覺得它蠻好的 因為會比較容易控制 也不會太慢 因為做彎的動作會比較容易 而你一進彎 看到彎就扭下去 一扭扭下去 有反應 進彎之後 基本上你適合那個位置 你就可以開油 出彎按雞 你就走 整個動作是很容易 很沒壓力的 但是呢 如果你再想突破 走快一點 圈速 車可以再快一點 這樣也是不夠的 所以 主要整的東西 都是圍繞著 減車的反應 還有讓車圈一點 尾巴跟著頭 更多 就是有些車 你會留意到 轉彎的時候 是頭領來領去的 但是有些車是成駕 好像在中間 有一個軸心 轉彎的 轉彎的車 是會走得快一點的 先不再講 那個 道理先 不如我講一下 我弄了些什麼 剛才是 逗正的車 然後呢 它的油壓避震 是動得比較直的 我就拆了車頭的戒指 然後呢 車頭的碳纖板 它車頭有些選擇的 應該是選擇吧 我不是太確定 有些碳纖板 我就脫掉了車頭 車尾呢 我只放了兩顆螺絲 吊著它 基本上 沒有什麼作用的 純粹裝飾 就是放了一塊板 然後呢 車頭 Bump Steering 那顆戒指 它本來有1M戒指 就被我拆了 我希望 等它 入彎 如果 車子 滾下去的時候 不會再追彎 減了車頭 入彎的反應 就會彎心 好彎一點 然後呢 油壓有沒有變 雅叉油沒有變 再把車尾 拉幹 車尾的轉向拉幹 Toe in out 拉幹 外邊 外邊那裏 加了戒指 初初呢 我就加了應該2M半 加了2M半戒指 就等它有少少輕微 然後呢 想它開油的時候 爽一點 車會生一點 然後呢 車尾又是減了戒指 但是就沒有拆掉 剩下1M 剩下1M 車尾油壓的角度 加了1M 原本是4-5mm 4M以上 那我就再奮斜一點 這條彈弓 那就是想尾部再動一點 其實是會動一點的 不是會定一點的 我所有做的事 都是想令到車尾部長一點 那尾部長一點 如果尾部長一點 如果尾部長一點 就 轉彎的時候 會有很多限制 但是會容易控制一點的 然後呢 尾部長由3度 就變成2度 底板 摩打左螺絲呢 我剛才是收前兩顆的 即是 這裏頭有多一顆 跟著齒輪後面的第一顆 和第二顆 後來我試完之後 我覺得車主可能會覺得太動 所以就試一下收後多一顆 嗯 還有我覺得 我覺得 Wheel Base 即是 Track Weave 即是 那個闊窄 車的闊窄 原裝車是比較窄的 那所以呢 我 四個輪的六角 都加了1mm Facer 讓車可以闊一點點 那 希望這部車靈活 它又不會靈活一點的 是這部車會再轉彎一點 是的 那 整完之後呢 是快了的 還有 都繼續是穩定的 但是我 我猜 車主我猜 他會覺得 有少少 難控制 因為車尾好像 動多了少少 那 我準備 再慢慢 微調一下 它 令到車尾 定了少少 所以應該都是會 除了剛才的摩扎座 退後了一顆螺絲 讓車尾 希望 定了少少 之外 尾韜 我都 改了戒指 改薄了 讓它 不太厲害 現在差不多 直上直下 應該是 加了 N半戒指 然後 尾避震 加多了1A 即是 凍直了 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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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度 2度半 今天不試了 下次有機會再試一試 這些都是微調 應該不是 太大分別 好了 試了兩天車之後 感覺 就差不多了 那 不如我講一下 車的大約 setup 呃 車頭 彈弓 沒有戒指 上搖臂的 裏面 2mm 裏面 2mm 轉向杯底 沒有戒指 車底搖臂 Roll center 加了0.5 轉向 Bump Steering 沒有戒指 頭轉向 就加了1mm Arcument 加了1mm OK 二樓板 分體的 分體二樓 螺絲 修後面 後二樓板 也是 修後面 即是修前面 長的 CAMBER LINK 尾CAMBER LINK 上搖臂 裏面 2mm 戒指 裏面也是2mm 戒指 然後 轉向杯底 也是沒有的 油壓 頭油壓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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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尾 450 然後 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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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 是給自己調校的 我喜歡3mm 但是3mm 開油是會有機會走的 會轉彎多些 on power 有機會有少少脫掉 我自己就喜歡有些脫掉 如果你不喜歡 就一直減 1mm 減下去 我減到 0mm 或者1mm 尾 已經很定 已經開始去 bomb in 我現在是有些bomb out 很高的 總之 如果你覺得 車尾 想穩固一點 就不要放那麼多 戒指 我就喜歡放到3mm 我覺得車會爽彎一點 尾油壓 斜度 我自己會加1mm 亦都是 如果越加得多 例如2mm 3mm 就會越來越定 尾油壓 很穩定 但我覺得太穩定 所以我走回1mm 六角原裝 車尾 遙避 下面的路線 就在走1mm 遙避 就是遙避 底 走1mm 啞叉油 應該是5000 到底板 底板螺絲 收後面 這兩顆 齒輪的後一顆 和後三顆 沒有加Y版 T版 那些東西 另外 沒有加重 車輪已經達到1340g 有少少超重 路線 頭1.3 尾 1.2 還有沒有 應該都差不多了 對 差不多了 要注意的是 車頭現在的轉向 就很順 很Smooth 反應比我之前慢 但是彎心 就會跟受一些 轉深一點的彎 反應慢的 那車頭 沒什麼攪拌 我就著手在車尾 控制它的車尾 那個 走到彎道 它會動幾多 總之我自己 通常 在 想它定 就在 轉向 車尾 轉向 拉桿 減 戒指 這裏減1m 就 油壓加1m 的時候 它就會 越來越穩定 如果你想它 車尾 想它動一點 就 加戒指 減油壓 戒指 就可以了 那你只能控制到 車尾的走動 就已經 很容易掌握 很容易控制 好了 這輛車 我想就 差不多 分享到這裏了 如果大家 還有什麼問題 可以留言 或者有更好的 設置 可以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樣 拜拜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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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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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